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医院发出来的说我愿五官科一位大夫只因同时有两个病人需要轻创 让他等一会就被其中一个用一把大锤锤中后脑勺活活打死 说现在的人缺乏信仰 整个社会什么唯利是图啊 就什么王骏医生一路走好 你看他是下边拍到的就是穿白的那个据说就是行凶的人 你在看下边这个还有一张你看这个医生护士的这个朋友圈里啊 你看看他们的这个情绪啊 就是五官科年轻的这个大夫被患者家属殴打昏迷 目前正在上呼吸机啊 全体力量都在抢救啊 希望他能够挺过来 这种悲哀心痛 就当时陈仲伟医生也是说抢救他的时候 说全医院的医生护士都在外头这个站着 当然最新的当地公安机关发布啊 就是说不是锤子 不是大铁锤 因为当地的方言呢 管拳头叫锤子叫锤子 反正就是活活殴打至死 哎作为医生 你们看到这种消息是什么心情啊 当然非常悲愤啊 既悲伤又愤怒 呃我觉得这个事啊 今天早上公安部有一个局长还到办公室来 还专门说了这事 公安部已经派处长啊什么的 已经都到了现场 专门去处理这件事 而且当时好像很快就把这个凶手就给寄拿了 给你拿下了 我听说林老师 我听说您的手机里存着一长串 就是打医生的这个医患冲突的暴力的这种事 是的 你为什么存这么多 我觉得这是对医疗 这是对医生 甚至是对人类的一个犯罪 呃 因为医生是上帝送给人类的礼物 是来保护所有人健康的使者 那你把他们都给打了 那你说广大人民的健康谁来保证 我看到啊 三联生活周刊采访过你们那个整个神经外科的啊 有一位大夫好像副主任是马炎吧 是叫他就说他就碰见过 在跟这个病人看病的时候 他说你想他的家属手里提这个铁棒子在门口呆着 你说这是会你觉得会到这种气氛吗 有 有这样的气氛 但是确实不是说是很普遍的现象 当然是这个什么事情都可能会发生 那是林子大了 什么鸟都有 你看还有就是 因为我觉得是不是有所夸张 比如说这次陈中伟给打死了 我就看他们医院有个大夫说 他说我行医啊 有一个原则 绝不允许任何病人站在我身后 他都到这个程度 我看到上海的一个医生 就是还调侃呢 还就说 说我们现在医生看病叫什么呢 望闻问切医病人 察言观色护自己 有这么恐怖吗 现在你们看病 我们倒没到这个程度 但有人是有过这样 有这样子的说法呢 我觉得这个是应该是可以理解的 有任何的反应 我觉得都可以理解 但是这些并不是一个普遍现象 你想啊 全国是280万医生 一年我们看的门诊量 全国所有的门诊量是多少 74亿人次 那你是发生这样的事情有多少 280万人 是不是人都这样 所以还是不能搞得人心惶惶 不可能呢 徐老师你对这事 怎么看 我注意到 灵魂医生有个建议 就是说要把医院 作为公共的地方来进行保护 是不是 对的 那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就是以后到医院里边 走廊上就有警察在那里巡逻 带着武器 这可以啊 有啊 国外的医院就很多都是这样的 特别是急诊科 在急诊科的时候 不光是带着武器 那个警察在那里巡逻 还牵着狗呢 因为在急诊科的时候 经常会有一些醉酒的 酗酒的那些 或者酗犯啊 或者是不能叫酗犯 就是说酗酒啊 酒鬼啊 到那里耍酒疯啊 乱闹啊 或者是打架斗殴 在街上打架斗殴了 然后打伤了 给送到医院来 他还会继续作恶 继续行凶 那这种情况下 当然警察和保安都需要来保护 警察是有需要 当然他会去 但是如您的意思是说 他正常的就一直会有警察在医院 应该是这个样的 但是这会不会又制造另外一种气氛 比方说我现在到医院里去 医院本来就是白带 那个白衣的天使是吧 护士 然后旁边就站着合枪实弹的警察 那这个 你会害怕吗 会啊 你怕什么呀 你心里也没鬼 你怕什么 不是没鬼啊 但是这个地方怎么搞成 哎 我跟你讲 我原来也是有你这个想法 但是后来我看了这个北一三院 一个大夫讲 我觉得我们得改办观念 因为你看啊 火车站 机场 这个安保 对他也有啊 你都很习惯吧 公众场所吧 他就说 他说我们北一三院 日均的这个 在我们医院里的门诊的人 一万五千人 这火车站差不多 一万五千人在一个医院里 而且鱼龙混杂 这些人身上带什么东西 什么人都完全不知道 而且他们都是 有的是病啊 病人的家属啊 哎 其实你想想 他是应该当成公众 床所来看的 就是这样 是的 嗯 那好吧 我们以后要习惯 到医院就看到警察在边上 现在 那也不怕呀 而且你会感到安全 因为这警察是保护 那个公众安全的 那你会在这里有安全 如果说没有这样的 有警察在那保护 或者是保安在那里巡逻 巡逻的话 那要是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那不是也是殃及 这些看病的病人吗 嗯 我是觉得安全 但是雷扬的同学进去 就不一定感到安全了 雷扬 但是你看 您 像您行医这么多年 您有没有碰到过 这种比较极端的情况 或者说暴力 人身威胁 我还没有碰到过 我觉得是 我觉得你好像气场强 看上去不敢惹你 那倒也不是 也有 也有 出言不逊的人 也有 那个 脾气不好啊 或者是嚷嚷两句的 这都是有可能的 但是毕竟 你是医生 你是一个 要帮助别人的人 那 这些人 有一些 他是因为有病 他能够 交集 或者是 他会有时候 说话说的有点 那个 不中听 有的时候 我们需要去原谅 一些不中听的 但是对于 恶行 就是对于 医闹 这样子的 或者是 打骂呀 或者是砸医院啊 或者是 破坏公务啊 或者是 有语言威胁呀 那这个是 已经触犯法律了 那是绝对是 严定禁止 您觉得这个 跟这个医生的沟通 有关系吗 当然也有关系 当然也有关系 如果说 你跟医生 跟病人都能沟通的很好 当然这种会大为的减少 但是对有一些特别坏的人 那你就没办法了 那是另外的人 那另外的事情 所以我们 今天我们科里的群里面 还有一位大夫 还这么说的 他说你要是看病人 就像你刚才说的 要查研观色 保自己 对 就是说 你要看这个人 比如说就说起来 就是王骏的这个病人 就是 他就说 他说有的时候 你要是看到 他要给你提出来的要求 是一个 非理性的 根本不正常的 你根本用不着 跟他用理性的话 去跟他说 说完以后 你就被打了 你比如说 这个病人没有做好 那我应该是 做完了这个病人 然后再给你 任何人都会觉得 先来后到嘛 但是 你提出非问要求的人 他一定是非理性的 他非理性 你就不能跟他说 这种 那怎么办 常人说的这个 所以 他在网上交了一招 他说在这种情况下 你就要跟他说 要符合他那种 自私的心理的那种话 说你看 这个病人 现在正在流血 这个血 谁也不能保证 他就学有没有艾滋病 如果说 这招好 如果说 有这个 我们还不能消毒 那你的孩子来了 他有伤口 那万一传染上怎么办呢 所以我们得赶紧 把这件事给办完了 把它都收拾干净 铺上一个好的 一个干净的床单 再给你做 你看行吗 哎 这只可 智取 对 腔腔三人行广告 之后见 对 对 您看 我们这里有一些数据 就是说 这个治疗效果不满意 成头号施暴的这个原因 然后就是说 2003年到2012年 我国共发生恶性暴力伤医事件40起 然后其中仅2012年就发生11起 然后这个医疗 这个调查显示80%的施暴者 是因为对治疗效果不满 表现最为明显的 就是对于不可治愈和高风险疾病的 过高期望 然后60%多的受访医院 表示受到过暴力事件的这个 你说什么40起 多少时间里面 2003到2012 它指的是恶性了 就是恶性的 对恶性的 那您讲 国家统计局的资料说 一年恶性死亡是 7万还是70万 就中国 就恶性死亡 估算的医疗事故是20万 就是估计医疗事故 我父亲是医生了 所以我很理解做医生的这个苦处 他以前也跟我讲过 这个有医疗事故以后怎么怎么来解决 所以父亲就让你一定不要搞医 不是 我在想要是说医闹的人 都像林医生说的是坏人 那这个事情就好办了 但问题有可能 他也不仅仅是坏人 而是群众 但是他正好因为他的利益 跟医院里人站在对立面 有一个很戏剧性的事情 我有个朋友跟我说过 他认识好贩子 就是挂号的好贩子 这个好贩子告诉他 职业医闹里边的人呢 是他同一个村庄的老乡 你明白吗 他们在医院里边是 我们说挑动群众 斗群众是两边的 可是他们其实都是拿钱 他们都是向下来的人 我的问题是 会不会这个医闹情况这么严重 跟医疗事故的 缺乏有效合理的投诉机制 跟处理方法有关呢 肯定是现在的医疗的 这种纠纷比原来是要多了 所以这个里面有很多种原因 你刚才说的这个 投诉的这个一个通道 就是有一个出口 出口不好 这是一个方面 沟通障碍也可能是一个方面 其实刚才文涛说的 那个是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说我们的老百姓 对医学这样一个不确定的科学 认识不足 我们有很多的宣传 也把这件事情说的太过大了 一弄就是在世华佗 一弄就是手到并出 然后呢一说一个什么新的技术 那这个技术就能够涵盖 希望太高 希望值太高 所以事实又很冷酷 那你这个时候 它的落差太大 它的本身的 对这个科学的素养 又有一定的问题 所以它就会产生极端的东西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说你的沟通能力又差一些 或者是说你也觉得 这个事情是一个common sense 我用不着跟你去背这么多话 你解释的又不够 或者是说在这个手术之前 或者是治病之前 也没有把可能发生的问题 全部告诉病人 那么就助长了它这种差距 我通过这个林大夫讲的 我发现这个医生需要会聊天的 其实你们经常会碰见一个情况 就是对于疗效 对于选择 该如何跟患者说 真的有那种情况下 动这个手术也有危险 不动这个手术也有危险 医生怎么说 有些医生呢 是免责 哎 我跟你说的很严重 反正 你 你 但是 好了你是命 命好 不好你也该着了 对 你知道就是后来 我看有报道 就协和医院呢 专门有这么一个人 搞的也是一种 从西方来的一种 一种交流吧 算也是一个学科 就是啊 怎么跟病人讲 有的时候 比如说 沟通技术 沟通技术 比如说你决 就肯定是绝症了 这个这个病人活不了了 在这再住院 没有意义 又花钱 你得让他回去 但是可能病人的家属啊 都不愿意 让他知道真相 但是这个时候啊 这个好像一般医生 都不能 不一定能胜任 怎么跟他讲 这是不是个很难的事情 这是一个难的事情 但是也是一个医生 必须要掌握的一个技巧 他这种 他必须要有这种沟通技巧 必须要有一个 你能够把这个 怎么去告知坏消息 对 这个您举个例子 这个怎么说 我都想想 这个是个很难 其实也难也不难 其实医生 我刚才说了 是上帝派给人类的 一个礼物 所以他在很大的程度上 他有一个将心比心 所以你是以己之心 去度他人之心的时候 你将心比心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 要做这么多的叙事医学 你只有在叙事医学 你天天都在做叙事医学的时候 就是说你入情入理的进入病人的心里 你这个时候说话 那我们俩说话就是在一个平等的位置 林峰大夫 我看那边对他采访 我比较感兴趣的 他让他们科里的这个医生 写那个叙事医学 就跟写小说似的 你明白吗 就把自己站在一个患者的位置上 写这个非医学信息之外的东西 比如说他的个人情况 你的这种感受到的细节 而且我觉得真是就说 这个医生要不说他的心得到一个什么程度 我就看到就是说 那个采访您那时候碰见一个八岁的孩子 脑子里长了一个瘤子 然后这个孩子就特别喜欢打篮球 但是他长这个瘤子也是特别严重 那到底可以动手术 是吧 但是呢 这个林峰大夫最后选择 就是跟他的母亲就是讲 就说这个瘤子现在还没有发作 而你呢 可以让他有一个好的童年 就是先不动手术 然后呢 等到不得不做的时候 我们再进行这个手术 这样这个孩子呢 确实有几年就没事 过了一个挺好的童年 那么几年之后 这个瘤子好像发起来了 也做了这个手术 等于说在某种绝境的情况下 一个医生怎么能最大的 为了一个病人的这个生命考虑 但是我觉得这个心思 现在的医生有空去为病人这么打算吗 确实很难 现在啊 要不说呢 这个病医院嘛 已经弄得就像一个大市场一样的了 大家都要去抢着 忙着去做很多的 看很多的病人 挣很多的钱 然后就是要有效益 而这种效益就是从你看很多的病人 才能获得效益 所以呢 医院的建设 医院的工资 什么都要靠你的工作中间去拿 去获取 那你说 当然他的人文的精神就会差很多 所以国家的这种制度和国家的投入 对医院来说是很少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那医院要生存 那怎么办呢 他只有自谋生路了 在这种情况下 就人文精神的这种缺乏就少了很多 你比如说我们有些医生 医上午要看50个病人 从早上8点钟一直要看到下午3点钟 中午也没也不吃饭 也不一直这么看下去 你想他怎么可能一个病人说半天 你像我刚才 我来的时候 我看了两个小时才看了两个病人 那一个病人来了 他从这个87年开始受伤的片子 一直到16年 那么多的片子 全部都要拿来 人家还真的像这个样 写这么厚的那个病例 一层层的 每一个医院看的病例 他都给你 你要解决他这个问题 你一定要从头到尾 全都要理解 要一个个的问 他才能够解决他的问题 否则的话 每一个人只看其中一点 看到腰就说 你这个腰需要手术 看到胸就说 你这个胸这个地方需要手术 那你 他到底对这个病人 这一个疾病来说 到底是哪一点跟他有关系呢 你就不能有一个整体的分析 那你这样子 有很多的情况下 你会做错了 这个决断会做错了 刚才 刚才那个 这个医生说 那句话 听上去好像很文学 就医生是上帝派来的使者 好像 但是我仔细想想 还真是 你知道一个人一生病 我们平常生活当中 我们有很多人讲话 对我们很重要 顶头上司了 国家领导了 大明星 我崇拜了什么人 我有很多事情考虑 但是你一旦生了病的时候 你就发现 什么事情都没有重要 医生跟你讲的几分钟的话 其中的一两句话 是最重要的 对 而且你 你花很多天 你整理了很多东西 你等很久 你千方百计 见到医生的那个几分钟的几句话 就决定了你将来 多少年该怎么做 或者 或者什么都做不了 那这还不是像上帝一样重要吗 是 但是的反差就是 这只是你的这一面 就好像一个人充满了无限的爱情 在等着见另外一个这个女的 要等着见那个男的那个几分钟 可是另外的画面 是个男的在跟很多的女的在交往 是不是 因为他忙不过来 他一天看50个 所以他来了一个这个病人 他三分两句 你准备了很多材料 你就发现他根本就没空 看你这些 很善于联系生活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知道也挺可乐 就是有人在知乎上提出一个问题 说为什么莆田系的医生 很少听说被砍 你很少听到这种 莆田系的医生被砍的心愿 他们在部队医院有人保护吗 你这是一个解释 但是这个人家知乎上有一个解释 就是说因为啊 莆田系的他根本不治病 他主要是以诱导诈骗为主 所以说他的主业 沟通的好 不是他的主业就是让患者开心 所以对他来说 只能让你就是痛哭流涕感激他 这是他的技术 然后把钱都掏光 对就是说比如说就往往就说 这个没有什么生理卫生知识的 嫖过一次到他这 他不但把你一个人说成性病 还能让你把全家都带来 然后呢 这家伙妙手深医啊 全家感激他 这是莆田系 他就会哎 但是你从中从另一方面的讲 他说你真到了公立大医院 那医生几分钟 一说这不动手术 说动手术有没有生命危险 当然有生命危险了 这家伙这两个相比 这他确实出没问题 是啊 你这个每一个人的能 就是就是精力是有限的 你要你要像我刚才说的那个病人 我两个小时看两个病人 你可是要是在我们这个医院里面 要是这么挂号的话 两个小时你得要看20个病人了 而且呢 您刚才还是一诊 就刚才林峰大夫 他就做他做慈善 他是一诊 但是我觉得恰恰说到另一个问题 现在这个医学和这个教育里边啊 都无益了 你说哎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看了很多分析啊 基本上我看你们医学界都有很多专家这么讲 根本两条 一条就是这个医疗就像教育一样 不平衡 不能做到军制 军制的这种医疗 所以全云集到大医院 再有一个关键的问题 就是公立医院国家不给钱了 不给钱了呢 他就说这里边哎 这就跟你们教师 比如说我就学生跟老师 如果老师是要赚学生钱的 学校里也有这样的问题 严格说来他学生交的钱是我们的人工 但是我跟学生讲得很清楚 你不交我也照样拿 因为我们不是直接有关 你是交到学校 学校给我们人工 可是现在医院的最大的问题就是这样 当你一旦知道 他现在给了我三个选择 一千块 五千块 两万块 当我知道我这个钱是跟他的收入有关的话 我怎么来 我怎么来判断他的建议是完全为我好呢 还是跟他 就是说医生跟病人的 一对一的情况下 我都发现他给我的建议 他给我开的药手术 跟他的个人的生活是有关系 这是产生了最普遍的不信任感 你们没有这个压力吗 是很多医患的根源 对不对 那你们没有这个压力吗 你们没有这个压力吗 不要医药养医吗 这是普遍的前一段时间 医院里面确实是 就是因为这个国家把医院推向了社会了以后 推向市场 推向市场了以后 那么市场他就要靠这个医药养医 所以才会在这个 这个2000年之后 整个社会这个看病贵看病难 所有的这些事情 就是民怨很大的这个问题上 这是带来了很坏的一个社会恶果 那么所以现在才要再次移改 第二次移改 那就是应该要恢复这个公益性 但是你所谓的恢复公益性 不是说让医生再去无偿的去劳动 这是不可能的 任何人都不合理 这也不合理 对 所以就是要加大投入 或者是一个是要 你既然是国家收了老百姓的税钱 对 那你这个税钱就应该用在老百姓身上 用在民身上 那么用在民身上 那么就应该是国家在医疗卫生 民生上面就应该加大投入 以不加大投入怎么用 现在国家投入占公立医院的开销的多少 不到百分之十 有的说百分之四 有的说百分之五 那从本上都是自力跟生 从本上讲已经不叫公立医院了 你给的钱百分之十 你怎么能叫公立医院了 但是它的所属权是 它是国有资产 还有门牌啊 不光是这一个了 不光门牌 历史了 对 它的所有 感谢观看 在非兴许派在《贵宾盂研究》 balanced 预考那个